观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机器人踢足球呢 现在台大师生研究出机器人足球赛 仿佛就像是真实的足球赛 机器人不但会踢 跌倒了还会自己爬起来 他们的目标要在2050年 击败人类世界足球杯冠军 机器人扭啊扭走起步来动作灵活 但可别以为他只是个机器人 仔细一瞧竟然踢起足球来 上演一场三对三的足球赛 仿佛真人比赛般 他们要在2050年 击败人类世界足球杯冠军 就跟我们人一样电脑就在上面 相机在这里 然后它有麦克风 所以说它也可以听声音 有speaker也可以讲话 然后当然有无线网络之类的 然后肚子这个是收纳 机器人互相很接近的时候 雷达就会告诉你说 我前面有别的机器了 我应该慢下来 然后它这边是有个touch sensor 就是踢到球会知道 细腻的机器人活动自如 靠着机器人上下的两个相机 计算队员与球在场上的位置 得到准确定位 有趣的是 还有这个抢球不成 机器人就这样摔个四脚朝天的画面 不过没关系 机器人跟人一样 跌倒也会自己爬起来 里面有一个IMU 就是照你的一个角度 当它正趴或是侧躺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机器让它再爬起来 比如说当它盯着球在踢球的时候 其他队友会帮忙说 我知道你在哪里 然后来协助它 让它完成踢球的任务 机器人除了踢足球也很会跳舞 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大学 都发明足球机器人 但这回台大的机器人队伍 除了通过2011世界杯足球赛出选 还获得第三名夹击为国争光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